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领袖培训会有多少位讲师吗 有229位讲师对不对啊 那同样的也非常感谢公司 让我当任这讲师的其中之一 来借你们掌声来给公司一下好不好 那么同样的同样的 接下来呢 这一个掌声呢 就必须要给这一位领导人 这个人在我加入Reway到现在 我觉得我能够认识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 这个人在这一段时间不断的一直给予我机会 一直不断的很用心的栽培我 而且也让我成长了很多 虽然这个人今天不在现场 我也必须要借你们热烈掌声来感谢 我们最尊敬的Team Elite Pegasus One Mr. Lim 顺利 那么好了 小弟我呢再次自我介绍 我是Jason来自北海的 那么今天我要谈的主题就是呢 敢于树立目标 勇于超越表现 那么我还没有开始谈我主题之前呢 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了解清楚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出席在领袖培训会吗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对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对吗 如果真的我们能够100%参与这个领袖培训会来讲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会满载而归的 对不对 那同样的 我就用一段故事来开始我的分享 那你们想不想听故事 想听故事都一字了 自动拍手的哦 那么好了 这个故事呢就关系到一个 老人家和外国人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有一天 有一个外国人 他来到一个乡下 来到一个乡下的时候 他想要过去对面岛的一个小岛 那么呢 他就上了一艘 有一个老人家在划的一艘船 这个时候 这个老人家和这个外国人 他们就坐在这个船上 就往那个岛的方向前进 就一直不断的滑 不断的滑 不断的滑 那滑着滑着 那个外国人 无聊吗 没有事情做对不对 那他就问 突然间他就想到一个问题 他就问那个老人家 老人家老人家 我想问问你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你会哲学吗 这个时候 那个老人家看看他一下 他想想一下 他就告诉他 我不会 这个时候 那个外国人 立刻马上的讲 你不会啊 这样很可惜 你将会失去 你生命的四分之一 这个时候 那个老人家又不管他了 就继续的滑 继续的滑 继续的滑 突然间 这个外国人 他又问到 老人家老人家 我想问问你多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你会数学吗 这个时候 那个老人家想想了一下 我也是不会 这个时候 那个外国人 就立刻马上的 跟这个老人家讲什么 很可惜 很可惜 如果你连数学都不会 你将会失去 你生命的二分之一 这个时候 老人家也不再的去管他 就继续的往 那个岛的方向去滑 滑着滑着的时候 突然间 那个外国人又在问到 老人家老人家 我想问问你 你会英文吗 这个时候 那个老人家就讲 我也不会英文 那个时候 外国人就很大声的 跟老人家说什么 你连英文都不会的话 你将会 失去你生命的 四分之三 那个时候 这个老人家 听完了过后 也没有什么感觉 就继续的滑着他的船 继续的滑着滑着 刚他们滑到海中央的那一个时候 突然间 这个老人家问了那个外国人一个问题 他问什么问题 外国人 外国人 我想请问一下 你会游泳吗 外国人讲 我不会 那老人家立刻马上的跟外国人讲什么 这样 你将会 失去你生命的一切 那外国人就问 为什么 因为你抬头 往下看 我的船已经破洞了 故事已经讲到这边 那可能我们听完这个故事的过后 我们会觉得 蛮好笑 有笑点 对不对 但是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领悟到什么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听到什么 我们学到什么 其实通过这个故事呢 老师讲 他教会了我们 我们应该非常要清楚了解 当下我们应该要学习什么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非常的清楚了解 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一个环境 我们应该要懂的 我们应该要学会的是什么东西 你们认同吗 那同样的 同样的今天是领袖培训会 那领袖培训会 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应该要学习什么 领袖培训会 我们来到这边 都说明了 领袖培训会 对吗 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学会 怎样做好一个领袖 怎样把领袖 应该要学会的东西 都学好 对吗 那么好了 我相信大家都是在 在同事 在市场外面 可能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在市场外面 可能很多很多人 会给我们很多的消极的一些想法 对吗 那同样的 当我们今天踏进这一间课室的过后 当我们参与这一个领袖培训会的过后 我希望大家 能够把一切不好的事情 能够把一些消极的事情 都放下来 以空碑的心态 来参与这一场领袖培训会 以空碑的心态 来出席这一场领袖培训会 我相信大家将会满载而归 而不会白来 先给你们自己本身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那好了 那好了 同样的我今天的主题 是敢于树立目标 勇于超越表现 那我先谈谈 到底什么东西是敢 然后到底什么东西是敢 敢 它是代表着胆量 对不对啊 那什么东西又是胆量呢 很多人你问他什么东西是胆量的时候 他告诉你什么 胆量就可能 你看那一个人比较大致 他的胆比较大的 对不对 有听过这样的人讲话吗 有对吗 但是他未必是这样的 你们认同吗 同样的 包括我们在市场上 我们有问问很多人 到底什么是胆量 甚至很多人在他做事情的那一个时候 他会告诉你什么 我天生没有胆的 你不要叫我做那个事情 他不一样 他天生大胆的 对不对啊 你看他这样大致就懂了 对不对啊 他天生就有胆的 你叫他做就对了 我没有的 对吗 那我想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 胆量它是天生的吗 胆量它绝对不是天生的 胆量它绝对不是以神俱来的 对吗 胆量不是说我们一出事就有的 在这边我讲到 如果胆量它不是天生来讲的话 那胆量的意思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对吗 如果我们谈胆量这个东西 它能够训练出来来讲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怎样去训练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东西 我们应该要怎样去训练 才会有这个胆量 才会敢 其实很简单 唯一一个能够训练胆量的方式 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不断不断的去做 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必须要不断不断的去做 我们不敢做的事情 我们就要不断不断的去面对 那一些我们不敢面对的事情 我们也应该不断不断的去吃 别人不敢吃的苦 我们也应该不断不断的去 愿意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不断的这样做 可能有的人会问你 你怕吗 同样我们怕 但是我们敢 对不对呀 如果当我们持续不断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持续不断的以这样心态 继续的把我们每一件事情做好的话 可能在这个时候 无形中的这个胆量 就会产生在我们身上 可能这一个时候 我们的胆量在我们身上 它就越来越强 强到我们自己本身也不知道 你们同意吗 那好了 谈到胆量 我这边呢 就拿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我自己经历过来的 其实我在21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加入reway 当我加入reway的那个时候 刚开始 刚开始 我的介绍人Luis Lim 他就会跟我讲什么 Bertier很好 reway很好 Bertier很好 reway很好 对吗 同样的 我也让我的父亲吃了Bertier 然后 一个肝癌的 一个问题也解决了 那个时候我就从事reway 当我从事reway的那个时候 他跟我讲好的时候 他没有跟我讲 必须要上台拿卖的 他没有跟我讲从事reway 你必须要上台分享的 那个时候 老实讲几年前 你跟我讲上台拿卖我不敢 你叫我拿spana我就敢 为什么 因为我十多岁 我就出来工作 我是做format的 我拿spana拿了四五年 拿着那个spana 几号的spana我都懂 名副就知道很清楚 那这个时候你突然间叫一个 拿spana的 换上来拿卖 我敢吗 我不敢 这个时候也非常感谢 reway国际 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组织 还有很多很多的领导人 他制造很多机会 让我们去克服这个问题 让我们去 去面对这个恐惧 慢慢的我也上台 能够拿麦克风 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那段时间分享 分享的过后 也试过两年了 试过两年过后 我在reway也拥有了 自己本身的一个小小的组织 当我们有了组织的过后 我开始依赖 开始依赖到 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自己也慢慢慢慢的 放松我自己 为什么 因为原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有没有做饭局的 是有做一些活细胞疗法分享会 感恩见证会的 对吗 刚开始的那一个时候 当面对 能够上台拿麦的那一个时候 我就开始 担任这些活动的一些 一些纲位 包括我们的MC 我们的OPP 我们的见证访问 这一些东西 慢慢慢慢的 组员慢慢的有了 我们开始依赖 我就把这一切的纲位 就交给他们 我整个2017年 老实讲 我发现到一个问题 我发现到 我好像在 人家讲什么 Honeymoon 就是 就是整个 整年里面 在做的东西 就是可能 有一个活动 我就去看看 那纲位 就帮他们填 谁不要填 我就很厉害的 写他的名字上去 帮他们上去 跟他们讲 为什么你要上去谈 为什么你要做这个纲位 就这样的一个 情况 上整年 到2018年的那个时候 我开始发现什么 当有一个会议 我上台拿卖分享的时候 我开始发现 不对的 我讲话 好像没有 这一年来那么好 我开始分享 我的手 不懂为什么 原本20多岁 没有事情的 好像得了 Barkinson 这样会抖的 那一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开始担心了 我开始 我发现到退步了 对不对啊 我开始发现到 原来站台 不是你站了一两次 以后你就会的 你必须要时常 有这一个机会上台 你才会克服这个恐惧 才会有这个胆量的 那个时候 我就到处去跟人家讲 我到处跟人家讲什么 我就到处 跟我的主员讲 接下来 你们所有的饭局 就 先由我来开始讲 由我来一个人承担到完 就是我开始做MC 我开始做分享见证 我开始做OPP分享 我开始做总结 我就到处去跟人家讲 可能到处跟人家讲的那一个时候 这些下线他们认为 我 steady 对吗 我这样应该很好 很 很 很 这样讲 就应该整个东西 谈到很不错 其实我在讲的时候 我很兴奋 表面 但是我里面很怕的 为什么 因为我要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再找回那一个感觉 我就开始找了友俊跟他们谈 因为那一天我在霹雳 我谈得过效果 怎样 然后我就开始去 霹雳那边组织的跟他谈 因为我要怎样做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因为我要让 让我们自己本身 再次有提升的机会 我就不断的在这几个星期 这样谈 那两个星期前 我就开始做了这个动作 但是当我谈完了过后 他们问我几时 我啥去 几时啊 我谈哦 我接下来我要这样 我要这样哦 突然间有一个下线 他就问我几时啊 你要几时啊 没有办法的 下线问到了 对吗 立刻马上的拿电话出来 看看时间 选日子 像要结婚这样 选日子 选日子看了过后 就定在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定了下去 你问我紧张吗 老实讲我很紧张 我非常的紧张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紧张到 老实讲 我心跳到 好像整个星要掉出来那样 时间到了 那一个星期二就到了 我就去到了 霹雳 我去到了 霹雳一个地方 叫安顺 我去到安顺的时候 我就见到那个领导人 我就跟他聊 他就问我 他就很自然的问我 今天我要担任什么岗位啊 我还很steadly的跟他讲什么 今天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做观众就好了 你学习 由我来做 还很大声的在跟他讲 过后自己慢慢的就很压力了 然后慢慢慢慢很压力到 时间 也四点 这样过五点六点 接近七点了 对吗 顾客全部都来了 顾客全部都来的 那个时候 我看到那个顾客 原本你讲一座 结果来了两座 我更怕 我更担心 我更紧张 那个时候也不管了 招待完了过后 我就跟那个Diamond Star讲什么 跟那个下线讲什么 你帮忙招待一下 我出去一下 我就立刻马上走去 那个餐馆的外面 我拿出了电话 找回那个PDFO 里面是不是有OPP的 又再开始在外面练 开始在练 在走 刚好Alice有在 Alice想 你握我的手 看冷冷的 Alice就这样跟我讲 我握回他 我感觉到我的手比他还要冷 那一个时候 我感觉到我的手比他还要冷 当我走回 我练练练练练 走回进去 那个餐馆的那个时候 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顾客他们全部都吃完了 从他们的座位上 屁股移起来了 要移去那里 移来我们分享会的座位了 对不对啊 我的心情更加的紧张 我的心情更加的紧张 我的心真的跳到 我感觉到我全身真的是烧烧的 我真的我感觉到我全身烧烧的 这个时候我就问Alice 电脑你放了几个video啊 还要多一个video还是怎样 多一个video 放多一个video 为什么 因为紧张嘛 对不对啊 放多一个video了过后 我就找借口我去了厕所 去了厕所了过后 我就在厕所那边 要等嘛 突然间我发现到一个东西 原来我越等 我就越紧张 原来我越等我就越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不懂外面的人是怎样的 现在 我只懂我现在在厕所里面 可是我想象不到我现在在那里 我忘记了我在那里 那过后不管了 终于从厕所走了出来 从厕所走了出去了过后 我开始拿了那个麦 这个麦克风 开始拿了那个麦克风 我就站在台上 我那个时候心也是跳得很快 全身热热的 全身热热的 整个脸感觉到他是麻的那一种人 感觉到爸爸 附近话叫爸爸 全身热还不用紧手 是冷的 一上去拿了那个麦 开始分享 开始分享 把见证分享完 开始把MC要做的纲位做完 做完了过后开始谈OBB 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当我谈谈谈谈的那一个时候 谈得越来越顺的那一个时候 老师说的 我感觉得到 那个麻的感觉没有掉 我感觉得到 那个紧张 那个心跳 不用叫温医师打卖 我都懂很正常的 那个时候 我都懂很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心跳快速的 感觉没有掉了 那个全身热热的感觉也没有掉了 就变成很正常了 就一直谈 一直不断的谈 谈到完 谈完了过后 那个安顺的下线 他就跑来 他告诉我 今天我学到很多东西 你今天这样谈 我学到以后 你没有来 我都会做了 那边我心在想 我忍啊 为什么 因为我终于克服了这个感觉 对不对 我因为这样 我克服了那个胆量 我再次能够很好的站在台上跟大家表现 对不对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掌声 那同样的 通过这个分享的过后 通过这个分享的过后 我们看得到什么 我们看得到 这一个例子 它带来的东西是什么 它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原来恐惧感 它是无所不在的 对不对 恐惧感 它是我们自己本身 重下去给我们自己本身的 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有恐惧的时候 很多人会找它的上线 很多人会问问他身边的朋友 我应该要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要解决恐惧感的问题 很简单 只有一个 就是立刻马上去面对 对不对 你立刻马上去面对来讲的话 那个恐惧感 它直接马上的消失掉 所以说 我们必须要实实 实实实在在的 一直要想起 这个胆量 其实 它就必须要每一天 不断不断的去面对 我们不敢面对的事情 每一天 我们不断不断的去突破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但这个胆量 它就实实在在的 一直不断的在我们身上 所以说 胆量 很多人它就会忽略掉 其实胆量 它也是其中一个 成功的原则之一来的 各位 我们必须要 时常要有充满这个胆量 那么好了 那我们再分享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市场上 我想问问大家 有没有人 他时常看到 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人 他条件不能比我们好的 比如说 读书的那个时候 我们的成绩 永远都超越他的 他条件不能比我们好 但是为什么 出来市场的过后 他 比我们还要成功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他的条件不能比我们好 但是他比我们还要成功 原因在于那里 以前读书的时候 他的成绩永远不能超越我 但是现在出来市场 他的薪水高过我 他比我还要成功 他驾的车比我大量 他住的房子比我还要大间 原因在于那里 原因可能就在于 他比我们敢 对不对啊 他比我们还要敢 他做任何事情 他没有像我们这样 不敢做的 他敢敢做完了 把一件事情做好 就是造就他今天 比我们还要成功的结果 对吗 那同样的 其实这个胆量 在人生当中 他扮演着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包括最近 就是在2018年开始的时候 我就时常告诉我自己 时时刻刻告诉我自己一句话 告诉我自己什么话 我时常每一天早上睡醒 包括我出门的时候 我就开始喊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其实很简单 只是几个字 但是他的力量就很大 这一句话是怎样喊的 这一句话在我人生当中 从这一刻开始 他扮演着很大很大的角色 就是我时常会对自己喊 我敢 我要 那我敢 我要 很多人认为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句话而已 对不对 但当你敢喊的那一个时候 当你敢喊出来的那一个时候 老实说 我们已经比我们身边的一般朋友 踏前了一步 我们已经像成功 踏出了第一步 当我们敢喊 我敢我要的那一个时候 我们将具备很大很大的力量 让我们去向我们的目标前进 让我们去完成我们自己本身的目标 其实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 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 时时刻刻必须要有一个 我敢我要的一个心态 为什么 当你不敢想 当你不敢要的那一个时候 你将会失去原本你想要得到的梦想 当你不敢想 当你不敢要的那一个时候 你将会失去一切 你将会什么东西都得不到你们认同吗 那么好了 当我们有这个感的这个感觉的过后 当我们具备了这个感的过后 我们还应该要怎样 我们还应该要怎样 很多人当他敢的那一个时候 但是他优柔果断的对不对啊 他不敢对自己做一个决定对吗 往往我们看到很多人跟我们谈 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目标这个要这个 那一个要这个 今年要这个 但是听完了过后 奇怪 还没有达到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他们不敢果断的对自己做出一个决定 对不对啊 他们不能敢敢的做出一个决定 就比如说我拿一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的领袖培训会 完了过后 通常我们会怎样 通常我们会怎样各位 很多领袖就比如说一些比较熟悉的 我们都会在附近的咖啡店 或者附近的大排档聚在一起的 对不对啊 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肯定是聊一些会议的事情 会议的什么对吗 比较积极的事情的 但是当我们一到那个大排档的时候 我们坐下去的那个时候 通常第一句话我们会问什么 通常我们会拿到什么答案 通常我们会拿到什么答案 随便啦 不知道 你吃什么就跟着你吃什么咯 对不对啊 通常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五分钟十分钟过后 我们都还没有做到一个决定 还不懂自己要吃什么对不对啊 在这一个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人站起来 云吞面五盘 你们会怎样 那四个都接受了对不对啊 OK咯你讲五盘就五盘咯对吗 五盘就五盘他去叫了 叫了过后 云吞面来到的那一个时候 当他一吃下去 为什么这样难吃的 水杯嘛 叫的那个人对不对啊 做决定的那个人对不对啊 奇怪 为什么做决定的那个人他会被骂 明明是人家问我们决定的那一个时候 我们不敢做决定 我们忙跟从人家的决定对吗 但是得不到我们要的东西的那个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指责 通常都会埋怨别人为什么帮我们做这个决定 对不对 就比如说今天再多一个例子 同样的五个领袖都到附近的大排档去吃东西 这四个不懂要做什么决定 他就叫了四盘碗烫面 然后云吞面 吃四盘的云吞面了过后 他自己本身他去叫了一盘炒果条 同样的云吞面来的时候吃下去很难吃喔 但是他自己在那边吃炒果条 哇炒果条好吃咧 这一个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 也是杯嘛对不对啊 那四个吃饮吞面的他都会骂这个炒果条的 咧这样好吃的你自己吃 你不会分给我们吃对不对啊 这样的人多不多 很多对吗 包括有时候我们加入reway的那一个时候也是一样 当你在reway 你赚到钱的那一个时候 当你在reway改变你的生活水准的时候 很多人这个时候就开始讲你 咧看到这样好的康陶 都没有分享给我你自己去有没有 身边都有一大堆这样的人对不对啊 那这些人他属于什么人 这些人他们都属于他们不敢做决定的人对吗 他们不敢为自己做决定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不敢为自己做决定 因为往往有的人就是担心他做错决定 他担心他做错决定他会犯错对不对啊 通常我们都会这样跟人家分享 如果你真的做错决定 你真的犯错我们恭喜你 为什么 因为你将会在这个错误当中学习对不对啊 往往一个人的成长都从错误中学习 当我们犯错的那个时候 我们都会从这个错误里面 学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相反的 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去学习 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去犯错 他们担心犯错了过后 他们需要付出代价 他们担心他们做了决定犯错 他们需要付出代价 但如果今天我谈 如果你犯错你需要付出代价 理所当然对不对啊 你犯错你付出代价那是应该的 那你认为如果你不做 你不做决定你不犯错 你就不需要付出代价吗 你就不需要付出代价吗 同样如果你不做决定 你没有犯错你也需要付出代价 反而那个代价更大对不对啊 反而那个代价比那些做错决定的人更大对吗 同样的相同的 包括在我们做这一个行业reway 包括我们在有时候发业绩的那一个时候 通常我们的上线会给我们讲什么 这一个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标 下一个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标 对不对啊 通常上线问我们 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的那一个时候 我们会怎样 看咯 能做到就做咯 看这两场的犯局过后怎样咯 对不对啊 有没有很熟悉这样的话 当我们做不到决定 当我们下不到目标的那一个时候 我们的上线理所当然他会怎样 他就会帮我们下目标对不对啊 他就观察我们的情况的过后 放一个目标给我们去达到 有没有 那同样这一个时候 少部分的人他会顺从他的上线去做 大部分的人在做什么 他在埋怨在指责对吗 这个都不是我的目标来的 这个是那个谁谁谁的目标咯 他放给我叫我去fight的 对不对啊 很奇怪的有没有这样的人 通常也有这样的人 他们也是在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自己本身犯错对不对啊 如果我们我们不做决定 我相信我们是最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一个 同样的 虽然我们在这边讲 我们需要去犯错 我们需要去犯错 我们需要从错误中学习 但是也不是要告诉大家 你们一直做错东西 这一边的意思不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时常犯同样一个错误的吗 不可以的对不对 我们不可以时常同样犯一个错误的 如果今天同样的一个错误 我们犯第一次 可能我们讲真的是不会啦 对吗 如果一个错误 我们犯第二次 可能我们讲告诉自己 这个是不小心犯错的 对吗 如果同样一个错误 我们犯第三次呢 有人讲该死 我们称它为特地的 对不对啊 为什么称它为特地 你第一次我讲你不会没有关系 你第二次讲你不小心没有关系 你一而再再连三的第三次 那是什么问题 那个是特地的对不对啊 特地犯错了过后 不从那两次错误里面学习 特地不用脑袋去思考 怎样要拿到更好的答案 特地不要让我们自己成长的 对不对啊 所以说同样的一个错误 我们不要时常犯错 犯一次就够了 犯一次我们就必须要在里面 学到很大很大的代价 我们就必须要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好不好 那好了 同样的 当我们 敢做决定的那一个时候 有了这个感觉 具备了这些成功的条件过后 我们应该要怎样 我们立刻马上的 就要为我们自己本身设下目标 对吗 当我们设下目标的时候 很多人告诉我们 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我很记得在 2014年的那个时候 我出席过一场培训会 那一场也是我第一场出席的培训会 因为我那个时候 才刚要加入 刚接触reway 我的领导人 就把我带到去一场领袖培训会 在一场领袖培训会 我听到就是我们尊敬的飞马领队一 Kelly Lim 他在台上谈到什么 他在台上谈到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记得的是 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它就是结果 对不对啊 我们想要怎样的结果 我们就去设下怎样一样的目标 对吗 他那边他有教到我们 如果要设下目标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设下目标 目标它需要有特征 它目标需要有大的特征 目标它需要有时间限制 我们的目标也需要很明确很明确 当然 这一个部分 等下将会有一个更强的领导人 来为我们分享他的主题 会分析给大家听 那么同样的 当我们有了这些特征的过后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必须要 对我们的目标产生画面 我们必须要去想 当我达到这个目标的过后 我会得到什么 当我达到了这个目标的过后 我们会变得怎样 然后我们必须要有画面 在座的每一位领导人你们有画面吗 有 只有五个人有而已 在座领导人你们有画面吗 有 有 先给你们自己本身一个这样的掌声好不好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画面 为什么 当我们有了这个画面的过后 当我们在这个行业 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 传直销行业 是面对人的对不对 人是最多问题的对吗 当我们遇到人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往往让我们跳过这些问题的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画面 所以说画面重要吗 画面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我们有了自己本身的画面的过后 我们才能够跳过一切的问题 才能够跳过一切的挫折 让我们更有一股力量往前去冲 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画面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 当我还没有加入Reway的时候 我是一个修车的 4man 那虽然讲是4man 但是在那个环境 在那个环境 其实我参到的一群 不是很好的朋友 不是我跟他的关系不好 是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态度不是很好的 就是时常会跟人家打架的 然后过后 就时常混在夜生活的这种情况里面的 那我在那一个环境工作 你认为我会变得怎样 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对吗 我也是跟他们一样混在那个生活里面 那个时候生活的很糟糕 我的思想 我的生活 我的一举一动 完完全全的属于消极的那一部分 我属于市场消极的那一部分 我属于来平衡世界的那一部分 这个时候 我自己本身当遇到什么问题 我都开始会埋怨 我开始会指责 我开始会讲 这个决定又不是我要的 对不对啊 这个是老天安排的 我最喜欢讲这一句话的 当我那个时候十多岁的时候 我妈妈就问我 为什么你这样坏蛋 为什么你时常要我去警察局 人家命你出来 我讲这个是老天安排的 那你认为这个年轻人有没有问题 你认为五年前的我有没有问题 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啊 很大的问题 我的爸爸 我爸爸那天跟我聊天 他就讲为什么你以前这样的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的时候 我三更半夜不回家的 有时候甚至没有回家两三天的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不是不回 是没有得回 就有事情的过后被抓去了 然后就不回家 我爸爸就很担心 很担心 他驾着他自己本身的moto 然后他那天跟顺利聊天 他就跟顺利讲 他一不回家 我就叫我的moto出去了 顺利很奇怪问他 你去哪里 我去附近的警察局 找看有没有他的车在那边咯 我去附近的警察局 找看我的孩子有没有在里面咯 通常 顺利也是很好笑 要找得到吗 我爸爸 通常我爸爸讲都找得到的啦 都是在那一边罢了的 那这个时候你认为这个年轻人还有得救吗 如果继续让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会变成怎样 应该会越来越糟糕 对不对啊 应该这个孩子 我妈妈会讲出一句话 管东话讲 上稿插袖 上泪 对不对啊 我感觉到我妈妈要讲出那句话的那一个时候 但是很庆幸的 是在那一个时候 在那一个最叛逆的阶段的那一个时候 我接触了李威 我认识到了李威 我接触到一个很好的领导人 也就是我们的 李斯林 然后把我带进来这个行业的 当他跟我分享李威的那一个时候 我就跟普通人一样 我就跟他讲直销不能做的啦 你不要跟我讲直销啦 对吗 直销骗人的啦 直销不好的啦 当那个时候 他问我 直销有什么不好 我看着他 我讲不出有什么不好的 因为我通常这句话 我是从人家的嘴巴 讲 听到他们讲出来的 对吗 慢慢慢慢我也会讲这句话 我通常听到人家讲直销骗人的 我就跟他讲直销骗人的 但是我通常听到人家讲直销产品 不好的我就跟他讲不好的 我通常听到这样的东西 我就跟他讲这样的东西 在那一个时候 但是慢慢的因为出席了公司的会议 过后 我才开始对Live有信心 也因为Pertier救了我爸爸本身的过后 我才对Live有信心 我就开始进来Live 我开始进来Live的时候 老师说 Alice那一天有分享 他看到我以前的样子 我以前没有这样胖的 我以前可能比这一个年轻人还要瘦 他头发黄黄的 耳动两三个的 那一个样子 那天我就 我们两个 参我们组员就坐着 会后会grouping的时候 就聊天 聊聊聊 Alice讲出一句话 我听了过后 我真的很生气的 不是 又生气又好笑的那一种 为什么 他讲起初2014年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在Live能怎样怎样的时候 我问他一句话 我问他 我能成功吗 我问他 我在Live能成功吗 他跟我讲 能 你一定能成功的 他那一个时候描述回这个情况出来 他过后一句话讲什么 当我讲那句话的时候 我感觉我在做坏事 我感觉我好像在骗着你跟骗着我自己这样 为什么 因为那一个时候他也刚加入 他的上线跟他讲你要找人 他就去找人 他问他上线能不能成功 他上线觉得他能 他讲他能 但是当我问回他同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也跟我讲能 但是他现在跟我讲 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不能 我好像在讲骗话 你这样的样子怎样去做 我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必须要借你们掌声来感谢阿Live 感谢阿Live 不是因为他讲了这一句话 感谢阿Live 是因为他相信Live能改变一个人 他不断的给予我机会 不断的给予我参与活动 然后慢慢的我就投入了Live 把我工作放掉 在2015年的时候 当我把工作放掉的那一个时候 老实说的 我在Live 我跟他讲很辛苦的 为什么 第一个最辛苦的就是刚才提到 我需要上台拿麦 对吗 我需要上台拿这支麦 我就晕了 那个时候 我跟他讲很难 为什么 当我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我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的 他不断的在后面鼓励我 告诉我我能做到的 真的 在我们不断聘的当中 今天我们也有机会 做到不是很好的一个成绩 但是至少 我们比之前的生活过得还要好 这个是我在Live 看得到的 那同样的 同样的 当我们有了一个画面了过后 他那个时候 他就不断的一直给我画面 你想一下 因为以前 我住的家是三层楼的 不是三层楼的排屋 你们不要误会 是那个flat五层 我住第三层其中一间 那个时候 因为Live他是外拨人 对不对 他是住在医保的 当他来到北海的那个时候 他问你的家有未睡吗 我看着他 我睡客厅了我 我是他的孩子 我也要睡客厅 你要睡那里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人 他就不断的把我的画面放大 他告诉我什么 他告诉我 只要你能 你只要你要 你一定能做到 哪怕那一间屋子是租的 你把你自己本身的收入提升了过后 你就会让你父母住到很好的一个环境 你就能让你的爸爸妈妈 住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 你就能让你姐姐再看得起你 你就能让你的亲戚看得起你 那个时候我怀疑我自己有点能吗 我曾经问回 不要开玩笑 你讲不是自己买去租也要几千块的 对不对 对呀 如果住一间三层楼的也要减千多 千多两千块的对吗 我还讲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你给我赚多一个一千两千就够了 那个时候 因为我工钱千多块而已 你给我赚一个两三千块 我就觉得我够花了 那个时候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从三年前我的确是住在三层楼flat的 今天是住在三层楼排屋里面的 然后 现在阿里斯也不怕了 他来到我家都有一间房间给他睡了 真的这个画面 当实现的那个时候 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 因为的确我看到我爸爸妈妈 他们 真的 比较 比较 比较属于那种 舒服的 你看得到他们住在现在这样的环境 他们是舒服 哪怕我们再辛苦 对不对啊 所以说画面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来的 当我们有完了这一切东西的过后 当我们敢敢 设立一个目标 有了画面的那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 就是接下来的 我们应该勇于超越表现的 对不对啊 我们应该要超越我们自己本身的 对吗 但是超越我们自己本身 往往很多人 他们会有梦想 他们很大声的告诉人家 他们的目标 他们很大声的告诉人家 他们自己本身的梦想 谈完了过后 奇怪两三年后 还是原来那一样 为什么 可能他们懂设立目标的重要性 可能他们懂 你要成功 必须要具备那个感的感觉 你必须要具备那个果断 你的心态 必须要态度 必须要好 你必须要有目标 但是往往 通常都会忘记掉的一个东西 很简单的就是行动 很多人在这一个时刻 他具备了一生的条件的过后 他自己本身有了目标 缺少的一个东西就是行动 对吗 比如说今天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比如说今天我告诉大家 我要去后面 我要去后面 你们懂我目标是那里吗 你们清楚我目标在那里吗 我要去后面 我目标在那里 后面对吗 但是我现在在那里 我现在还在前面 奇怪为什么还没有到后面 我有目标 我不是没有目标 对吗 那为什么我还不能去到后面 因为我没有行动 对不对啊 在这一个时刻 如果我要达到我的目标 我要行动的话 我应该怎样 我不是应该 在到处跟人家讲 我要去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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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应该怎样 我应该拿起我的脚 立刻马上的走 能不能到后面 立刻马上能到后面 对不对啊 所以说这边他告诉我们什么 他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 有目标有梦想的时候 最主要就是行动 肯定我们当我们去行动的那一个时候 当我们去执行那一个时候 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 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 这些挫折 是让我们好好表现我们自己的 这些问题 这些挫折 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把我们自己潜能发挥出来的 大家认同吗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遇到了问题过后 关键在于哪里 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坚持再坚持再坚持的去做 肯定有一天他会有一个答案出来 对不对啊 肯定有一天我们会拿到我们要的结果 对吗 那同样的 今天我们出来行动的那个时候 执行那个时候 我们会遇到挫折问题 但最大最大 让我们不能前进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恐惧感 大家认同吗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 把这个恐惧感种在我们自己身体里面 种在我们内心内 为什么 当我们开始要行动的时候 这一个行业 你要行动你应该做什么 邀约对不对啊 你开始邀约的时候 往往会不会紧张的 会不会压力的 这个时候我们在想着什么 我们在想着他不懂会不会拒绝我们 对吗 他等下他不懂会给我们什么理由 对吗 但奇怪我们去邀约 我们希望什么 我们希望他买 对不对啊 但一个人奇怪 他邀约这个人是希望他买 但是他又害怕 那反过来我想问问他害怕什么 他害怕被拒绝咯 害怕被拒绝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不买而已 对不对啊 那不买他害怕吗 不买其实他不害怕的 对不对啊 但我们去行动去邀约的那个时候 我们往往会自己把那个恐惧感 放进我们的内心里 就比如说OK 我拿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从事这个行业 通常都会往外跑的 对不对啊 通常我们都没有住在自己本身的家的 对吗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往外跑的 但我们往外跑的那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住酒店了 对吗 OK 通常坐Livet的人 你回酒店的时间是几点 还是六七点的 有人六七点回去睡觉了 有吗 有吗 应该没有对不对啊 但我们在外面的时候 我们在酒店的时候 通常回到酒店的时间 已经是半夜 没有一两点也三四点的 对不对啊 那同样的这个时候 我们穿着一身这样的这样的制服 我们穿着一身这样的一个形象 我们穿着外套 我们穿着西装 我们回到酒店的那一个时候 我们开我们的门 半夜了 眼睛也迷迷糊糊了 我们立刻马上进到酒店 我们脱掉我们的外套 丢在椅子的位 我们立刻马上的去洗澡 洗完澡了过后 我们就会睡觉对吗 当我们躺在床上要睡觉的那个时候 我们盖着被单 突然间 我们感觉到 左边好像有一个人在看着我 感觉到左边好像有一个影子 只站着他在看着我 那个时候你会怎样 立刻马上的把被单盖到紧紧 对不对 有多紧盖的多紧 对不对啊 这个时候心在想 死咯 万字没有这样准 这样东西碰上我就这样准 好像看到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了 对不对啊 那那个时候你内心是怎样的 很紧张很害怕的 对不对啊 很紧张到底这一个是什么东西 看看手表一下 糟糕 现在才三点多 要到天亮还有三四个小时 更糟糕的是什么 刚才冲凉的时候忘记小便 现在很急尿勒 这个情况又怕又急尿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对吗 这个时候只有两个选择 一 你就 拿着那个害怕的感觉 跟夹到你的脚紧紧睡觉 等到明天天亮 对吗 第二 就是立刻马上的拆开被去看 对不对啊 那个时候选择了第二个的 立刻马上的拆开被去看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刚才的西装没有放好 乱乱丢而已 自己给自己种下去的恐惧感 对不对啊 原来那个以为肮脏的东西 以为衰看到的东西 原来是自己的衣服来的 那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通常一个恐惧感 它是不存在的 对吗 这个恐惧感 它是在于 那一件衣服 还是在于你自己本身 往往都是恐惧感 在于自己本身 对吗 你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当你立刻马上去面对的那一个时候 这个恐惧感还有在吗 没有在了 立刻马上起床 去厕所小一个便 回来睡到明天天亮 对不对啊 这个结果是不是你们想要的 同样的 当我们去要月的那一个时候 我们往往也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恐惧感 我们往往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当我们遇到恐惧感 怕拒绝的那一个时候 我们去 它未必拒绝的我 对吗 它可能就想要更加的了解而已 对不对 但它告诉你 这个Pertia到底是怎样服用的 这个Consensus 到底的效果是怎样的 我想了解嘞 我想要嘞 这个时候 当我们在谈着的时候 还会有恐惧感吗 立刻马上就消失了 对不对啊 但是 最重要的关键在于那里 当我们去见一个顾客的那一个时候 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本身 我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当我去我的姑姑家的那一个时候 我开始要去跟她分享Pertia 我就很紧张 我就一直在那边想 我在驾车的时候 我就在想 等下车坏就不用去了咯 我上线叫我去我就怕 对吗 不去我就很难交代 那一个时候 以前的时候 而我去到那一边 我就很厉害的 摸摸这个摸摸那个 就 它问我你今天来是做什么啊 我说没有啦 来找找你一下吧 就 就很 就一直不断的在拖 你们懂吗 就一直让她 让她时间更长 让她时间更长 那一个时候 原本 我想要拿OBB出来分享的 因为时间拖的越长 那个恐惧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到我不敢拿OBB出来分享 这个是的确哦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通常都有 对不对啊 那原来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而已 原来是大家都遇到 那如果大家都遇到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怎样解决 去到了那边 看有一个时机 立刻马上的跟她分享 对不对啊 立刻马上的跟她分享的过后 关键在于不是那一个顾客 关键在于不是我的那个姑姑 对不对啊 关键在于我自己本身的内心 那个恐惧感没有掉了 关键在于我能够好好的去跟她分享这个 OBB了对吗 对 分享完的过后 跟我拿一套 那其实我们在看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必须要去行动 当我们的领导人告诉我们 你在Revue会达到多好的业绩 多好 你在Revue会变成怎样怎样 多好 如果我们这一切因为恐惧 因为害怕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胆量 我们不去做 我们还是原地大步 我们根本不能做到 像他们口中所谈出的那一个结果 对吗 同样包括我也是一样 刚才Catley谈什么 Catley在介绍我出来的那个时候 她有讲到我家境不是很好 的确我家境不是说很好 我家境是很穷很穷的那种 我穷到我今年25岁 我穷到就是我读小学的那一个时候 我的父亲连摆鞋的能力 买笑鞋 穿笑鞋 那个笑鞋 买那个笑鞋的能力都没有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我们通常吃什么的 我现在还有时候 还跟我妈妈讲 你不用煮这样多 现在吃回以前那个饭也是很好吃 就是煮白米饭 take那个 倒油 那个叫什么 酱青 然后放一点热水 嚼嚼嚼嚼吃下去 也很爽的 以前的时候就十多岁的时候 就开始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我是最小的 我有两个姐姐 我有两个姐姐 我姐姐蛮厉害读书的 其实我也蛮厉害读书的 是我不读吧 我两个姐姐都读大学的 因为我爸爸今年68岁了 我25岁 我爸爸68岁 就我爸爸在他蛮有年纪的时候 才把我生下的 就那个时候 当我姐姐在读中学 读大学的那一个时候 我就看到我的父亲很辛苦 我看到我父亲 我们家里也没有车 我看到我父亲 他驾着他的摩托车 我载我的姐姐来回 冰城USM北海来回这样 有时还要淋着雨的 我就问他 怎么你不去避雨 他讲大桥去那里找你 找的避雨 你大桥有看过有的避雨的吗 有的吗 没有的吗 当你驾上去就是要走了 对不对 管你下多大对吗 你站在那边你也是 那个时候我真的在想 能不能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 那个时候我就 不懂是 不要读书的理由还是什么 我这时候我真的在想 有一点这样不要读书的 我也很讨厌读书的 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讲什么 我要出来做工 通常我妈妈是不答应的 为什么 他们的 他们的 目标就是要把我们三个 然后读完大学出来 让我们好好的去工作 然后那个我就是唯一一个难的 两个姐姐都读 一个读 一个将要进大学那个时候 一个刚读完 我姐姐跟我的年龄也差五六岁左右的 No 就在这样的情况 我跟我妈妈讲 不要啦 我出来做工 我妈讲 不可以 你一定要读下去 我就很厉害的 穿着校服 照读 照上巴士 照去学校 去到学校门口 下巴士我换衣 我走掉了 我去那里 我不是去玩 我就去附近的那个餐馆 我十多岁 所以我从那一个时候我就出来了 我去附近的餐馆做服务生 就是做waiters 跟人家拿这个 捧这个 拿热水 拿点心 就这样做 一天赚二十多块 我很开心的 赚了二十多块 过后我回去给我妈妈钱 我妈讲 你从那里拿的这个钱 我讲 那我去做工了咯 这个时候我跟他讲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 书我会继续读 但是我会半工读 我会一边读书 一边做工 但是很简单 很自然的 通常你们会选择读书还是做工 做工 为什么因为看到钱了 对吗 因为赚到钱觉得赚钱比较重要 对吗 那个时候 就开始选择出来做工 选择出来做工的时候 同样的 这样的生活 办公读的生活 直接来到了form5 就是我17岁那个时候 17岁那个时候 考完SPM 我也没有等成绩 我就去找了一份 比较稳定的工作 那个时候也收入整千出块而已 千一千二块而已 那个时候我就在那边工作 工作工作的过后 不懂工作的几个月 SPM放榜 对吗 成绩出来对不对 去哪成绩的那个时候 我不懂好事还是坏事 为什么 我的成绩出来不错的 能够进大学的 能够真的去考得上 你要去form6什么东西都好 都可以的 那这样的一个成绩 看得出我样子 是以前读第一班的吗 我的确是这样的 我的确还有的排名 但是我就跟他讲不读了 那一个时候 我的老师还来找我 那个训导主任还来找我 为什么你不要读 我讲 我的家里这样 你要我继续读 可以 你给我家里的费用 我也很硬一下 你来给我家里费用 你就不要拒绝我去做工 我就去做工作了 做到一段时间 我开始在刚才我谈起的那一个环境 我就变坏了 我就慢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就开始学到不好的一个环境 我参加到一个不好的环境 我就慢慢慢慢的开始改变 变到真的 我自己也不大能接受那个时候 就在21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 就是我刚才谈起的那个很疼我的父亲 他就患上了癌症 他患上癌症的那个时候就是肝癌 我曾经想过他肝癌不懂是不是给我气到有的 我曾经在那边想 我亲戚朋友一直问 做么你爸爸会得癌症的 其实我爸爸得癌症是因为他饮食不照顾 他一天必须要喝五六支的 尤尼斯道就是耳膏 他每一天都必须要这样喝 尤酒每一天都是这样喝的 然后每一天最少三包烟 这样的一个人 他慢慢慢慢的 他告诉我他的身体亮红灯了 那个时候也因为遇到Bertier 开始也没有能力买整套的Bertier回去 也是闪闪拿闪闪拿 跟人家亲戚朋友借钱这样拿Bertier回去的 拿Bertier回去的过后 看得到一个效果是 我的父亲在一个月里面好转起来 医生证实这一个人的癌症已经ok normal回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在那一个时候 在那一个时候老师讲的 我很开心 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动力去分享这个产品 也在2016年的那一个时候 老师说 我2015年我就达到Diamond One Star 老师讲的 我 我加入Reway 应该七八个月我才达到我的Diamond One Star 很辛苦 那个时候觉得 但就停了一年 在2016年 我才达到我的Diamond Two Star 我很快的在2016年达到2 Star 3 Star Elite的过后 就到今天的Power 就停了 很遗憾的是 我也很后悔的一件事情 那一个时候 为什么会停 当我达到Diamond Three Star 第一个月的时候 我的口袋有70钱 我从一个什么都没有 而且我懂钱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我家里真的是没有钱的那种 我看到我爸爸需要去跟我姑姑借钱的那个情况 我很辛苦的 那个时候 我爸爸带着我们去跟我姑姑拿五十一百 你认为我好受吗 我看到这样的环境 我不好受 为什么我会出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到我真的赚到钱的时候 我开始跟我妈妈讲什么 那个时候跟Alice讲的那个画面 我们搬家 我们住更好的一个环境 开始每个月给他零用钱花 开始每个月给承担起全部家里的费用 那个时候我真的 忘了 我 即使到今天我很后悔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停留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达到Power的那个时候 老实讲也赚了钱 我停留 很不幸的是 最大最大的感触是为什么 是最近 最近 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 我也很少跟人家分享 可能跟我比较 熟悉的领导人 他就懂 我的父亲 健康又在亮红灯 虽然那个时候 两三年前 他吃了不掉 好了起来 但是当他一好过后 他又再继续这样的一个生活 继续每天喝酒 每天抽烟 在去年 十月份 十一月份的那个时候 他咽到 这边又再生一粒肿瘤 而且很严重 不能讲话 那一个时候 我整个人崩溃掉 我立刻马上的载他去医院 医生验出来 这边叫什么癌 猴癌 是吗 他的 偶癌这边有两粒的 他讲 他生在这边一粒 他的 癌症肿瘤 比这一粒东西还要大 而且变成L-shape了 就是已经开始要研发 进那个叫淋巴 对吗 开始要进淋巴那一边 你听到了过后 你紧张吗 你听到过后 你害怕吗 如果那个是你的父亲 那个是我的父亲来的 今年才多少岁 今年68岁了 我跟他讲 我父亲68岁 应该要怎样做 医生只是跟我讲一个东西 通常这样的一个情况 只是电了 我就问他 我就 叫他介绍一个更好的医生 叫他介绍一个更好的医生 让我爸爸去给他电了 怎样怎样的 去问了很详细的报告的过后 出来的过后 必须要电了三十多次 但是 医生告诉我 尤以年龄的问题 可能电不超过十次 他根本不能吃东西 我听到这个时候 我真的还想要让他去电 为什么 我虽然我知道不电能帮到 但是我很快速解决他的问题 对吗 那个时候我就问了我姐姐 问了我爸爸妈妈 要不然去电了 但是当我们要做多一步 那个决定的时候 去了解详情的时候 医生跟我讲什么 需要百多千 在这个费用 弹出来的那个时候 我整个人慌掉 我整个人慌掉 到现在 到现在 我爸爸是转去政府医院的 现在这个情况 也因为大量吃Bertia 两三个月 看得到有好转 整个人也精神起来 真的 必须要给Bertia一个掌声 我们 那个时候 我真的自己在想 为什么2016年 当我达到Power了过后 我要停留 如果我没有停留来讲的话 今天他能不能看到一个更成功的孩子 今天他能不能感觉得到 他有这个孩子 他很骄傲 就是因为那一个费用 就是因为我们赚的钱不够多 我不能让我爸爸拿到最好的 我不能让他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 到今天我都很后悔了 所以我才从那一个时间 把爸爸借出来医院的时候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顺利 我告诉他整个情况 我告诉他整个情况过后 顺利给了我很多方式 但是我也告诉我自己 唯一一个东西就是在去做 唯一一个东西 我也曾经跟顺利讲过 再也不是Power了 从零做起 从一个新人加入Reway的那一个时候 那个兴奋度从开始做起 我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一年 我必须要让我爸爸看得到 这一个孩子是能的 我必须要让我的姐姐 让我的爸爸妈妈很放心 为什么 因为我担心他时间不多 我真的担心他的时间 因为这样现在他身体又出现状况 我担心他就会在这段时间离开我 如果他一离开我来讲的话 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遗憾 的的确确是一个遗憾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告诉他 我长大以后 我要买Mercedes在你 我长大以后 我要买一件物质给你 跟爸爸妈妈 跟妈妈一起住 但是我做不到 我还没有做到 如果这一个时刻他离开我的话呢 他将会是我一生中的遗憾 遗憾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是你补不回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时刻 我要重新开始 把自己做到最好 我要敢敢的 为我自己树立一个目标 我要勇于超越我自己本身 达到我自己本身要的目标 那我今天的分享 也到此圆满结束 谢谢大家